花莲县警察局新卸任分局长交接不打典礼日前举行 花莲县府警察局除了督察长还有主人秘书异动外 另外五个分局的分局长也全部换人 日前县长徐振卫会见花莲县警察局长 吕世明副局长新任督察长以及辖区分局长等人 继续同仁持续弃毒扫黑诉枪防炸 维护花莲的治安工作 中高阶警官异动包含花莲警局主密督察和五分局长全换人 花莲县警察局谢新任分局长交接不打典礼日前举行 由县长徐振卫亲自主持完成交接不打 日前花莲县警察局长吕世明率领副局长徒文秀 及新任督察长林永胜主任秘书王文生等人 拜会县长徐振卫 新任分局长包含花莲分局长陈文斌 吉安分局长康建俊 凤林分局长李中如 新城分局长吴思汗 玉里分局长林俊廷 徐正位勉励警察通人 落实治安维护工作 强化取地诈骗 企图扫黑诉枪 深入民间各角落维护人民安全 提供乡亲安全安心居住环境 警察局长吕世明表示 因应2月13日开学 花莲县警察局特别要求 附幼交通少年警察队及各分局 在开学第一天强化互同专案勤务作为 更结合志工与校园周边执行交通指挥 巡逻守望等勤务 营造让孩子安心 家长放心的学习环境 共同守护学童安全 未来将权力捍卫花莲治安 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长邦彦华理事报导